好 好 各位同學早 我們在前面的第三章已經學會了對DOM的元素來做操作 那我們現在更深入的來操作DOM元素 在第四章操作DOM元素 那我們這一章的學習目標是 我們要對它的屬性做操作 然後自訂屬性Properties 然後這邊是元素與樣式的操作 四之三 好的 首先在四之一屬性操作的部分呢 我們先要來看DOM的節點 然後我們再來去操作它的屬性與操作 好 我們來看一下DOM的節點 大家還記得DOM是什麼嗎 Document Object Model 樹狀結構最基本的組成單元 那每一個HTML標籤都是一個DOM的節點 那Document是一個文件的節點 就是最大的那一層 最上面那一層開始往下來看 那所有的HTML元素 都是元素節點 所有HTML的屬性 都是屬性節點 那這是從英文翻譯過來啦 就是屬性是Properties 然後元素是Element Node 節點是Node 那文字插入到HTML元素是文字節點 TaxNode 好的 我們到這邊看一下常用的HTML DOM屬性與操作 首先呢 我們用ID可以去拿到這個 這個 這個節點的ID className可以拿到它的class 那InnerHTML可以拿到這個東西裡面的 它裡面的HTML TaxContext可以拿到節點的存文字內容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example 不好意思 首先我們在這邊看到的是 在這個HTML裡面我們有一個 DOM 然後這個DOM的ID是message 它的class是test 然後它裡面的內容是span的helloworld 那我們先把這個HTML先跑起來 然後同樣的我們用一個金單號 來建一個HTML基礎的架構 再來我們在這邊看一下它裡面什麼 一個一個DIF的ID是什麼 它的ID是message 它的class是test class是test 然後在這個DIF裡面我們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應該是p保機的 什麼是p嗎 一個span 然後是裡面的文字是helloworld 所以我剪錯了 span 然後裡面的是helloworld 金號號 我先存檔存起來 好的這邊我們把HTML部分寫好了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LiveServer打開 看一下 好的 它寫好了world 真的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要寫的是script的部分 那script的部分呢 首先 這邊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首先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要把這個message抓出來 那我們把它抓出來的方法是用document element 點getelement id 然後我們抓的是message 然後我們存檔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東西不會 任何 我們不會跑東西出來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 我們把它存到的變數 message 可是我們沒有把它印出來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要記得 我們想看它的時候 我們想要先把它log出來 好的 那因為我們用的是LiveServer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直接看 它會直接重整 幫我們重整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這邊已經把這個message有抓到 而且我們正確的把它印出來 這樣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我們要看它的id classname 和inhardtml 那我們一向一向來 我們來看它的.id 這時候它就把它message 弄出來 那你可能會有時候 會覺得說 我每次要去改變一次文檔 然後再把它印出來 這樣有點麻煩 沒有關係 它這個message其實在這邊 也可以直接拿到 那我就可以直接在 Chrome的console 可以直接來拿它的classname 是一樣的意思 test ok嗎 這邊你也可以直接拿到message 因為它是 在這邊它算是 Windows底下的 一個global variable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拿什麼 我們拿它的 innerHTML 和textContext 那VSCode 那VSCode 有一些好處 就是說你可以 它會幫你自動完成 然後你只要Enter 就可以補上 那這樣子就是 蠻方便的 讓我們存檔 然後這邊應該就會全部都印出來 Hello world 這邊span 這是裡面的HTML OK 這是後面的textContent 嗯 textContent 對 好了這時候我們也可以去改動這些ID 那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把 我們剛剛拿到message 改成message1 test改成test1 然後把 innerHTML改成 how are you 我們來試試看 好 好 春季啊 好 好 好 春季啊 這時候它內容這邊的textContent 就已經改了嘛 就是說 我這邊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這邊在做的事情是 我去把這個原件它的ID 已經改成了message1 同時我把它的class改成text1 然後我把它內文的內容 textContent 改成how are you OK嗎 那我這邊注意到的事情是 我們是去改這個message 改這個dom 所以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它的spam不見了 OK 我直接去改它的textContext 它的spam就不見了 原因是因為我 這邊這是一個textContext 它直接去改 裡面的 OK 這邊要注意一點 一下 那這邊這段Core 因為它是 在 它想要Log到 那個 ConsoleLog 所以呢 它的做法是把 上面這段 這段複製起來 貼到後面 然後存起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 原本是 長這樣子 後面呢 就有些改變 OK 那這是這個example 四之一之一的example 好的 我們再接下來看 我們如果直接去問它的 我們可以問這個東西它的node type是什麼 那當我們問它的node type的時候呢 這邊它會回傳幾個數字 1的話就是element 2就是attribute 那3就是一個text 那同時呢 我們也可以去問它的node name 那如果我是拿到的是 這個是element的node 那它的node name就會是它的標籤名稱 這大寫 如果它今天是一個property node 就是一個屬性節點 我們拿到它是它的屬性名稱 如果拿到是一個文字的節點 那 我們會拿到的node name 永遠都會是 警字號text 那對於document這個節點來說 它的node name永遠都是document 好的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node value 它會回傳我們節點裡面的值 document節點 原素節點的node value 是nual 是空值 屬性 property node的node value 是這個property的值 那大家可能有點 不知道 這個code到底是怎麼work 那沒有關係 我們跑一下example 首先它裡面的這個message 跟剛剛那個第一個example 是一樣的 我們只要把後面的code改一下 就可以看到我們學到這幾個東西 node type node name 和node value 它的各自是什麼東西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把它放大 首先它做的一件事情是 是用我們剛剛的getElement 把id去把message抓出來 第二個這個attr 是再去把這個node裡面的 attributeid的node抓出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首先我們在資料夾裡面 再建一個檔案 叫做4-1-2.html 因為我們想要偷懶一下 所以我們把剛剛的code 複製起來 貼過來 把這邊呢 我們只要把這邊console log的東西 先刪掉 再來我們新增一個東西 叫attr 這個attr跟上面其實是一樣的 複製起來 然後我們再get attribute 去拿它的id 去拿它的id 動一下 好的我們拿到這兩個東西呢 我們想要再次確定一下 它是不是都有拿到 我們可以先 我們要確保它 所以我們先把它都印出來 再來 記得我們要用live server來跑它 這邊live server 打開 打開inspectelement 就是檢查 裡面看到 這個有拿到 這個也有拿到 id message 這個有拿到 好的再來我們來做一些更 對它來做一些 我們剛剛學到的這些 新的東西 首先要用的是 node type 大家先記得 node後面加大寫type name value 好 那我們過來 然後我們這邊做的事情是 就是 點node type 然後我們再一個 再一個 然後它是 node的 node type 然後呢 name value value 好 然後這時候 我們把這個先copy起來 然後把這一行先刪掉 然後我們把這個東西 複製一份 然後我們在這裡 錯了 關掉 把它貼上去 先存價 它應該直接就跑了 好這邊我是趕快做 做給大家看 那大家可能 慢慢打沒有關係 不要怕 咦 它沒有抓東西 ATTR 這邊有哪裡打錯嗎 node value DIF E 衝折 它沒有node value嗎 我打錯字嗎 咦 奇怪了 咦 奇怪了 看修 message 點node node node應該正常吧 可是為什麼attribute node 它拿不到 attribute.node type 咦 所以這邊這一段扣死 哦 哦 attribute node 我這裡感錯了 不是get attribute 不好意思 所以當我get attribute的時候 它會得到的是 這個東西它的值嘛 所以我這邊 忘了打一個node 裡面抓它的時候 你抓到 如果是get attribute的話 是直接抓到這個東西 它裡面node裡面的value 那我們get node 是要把它抓成一個節點 把這個整個節點抓下來 一個是去抓 因為它這邊 它的attribute node 是id嘛 所以 就是我們去抓它的id 它就直接把這個id的value給我 那可是我如果是抓 node的話 是怎麼樣呢 還是把整個node抓下來 我們這邊可以理解的這件事情為 假如我今天只有get attribute的話 它是抓什麼 它只有抓 這個message 可是我如果是抓這個node 換筆它也特別 我如果是抓這個node的話 它是整個id 這個整個抓起來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看一下我剛才印出來的值 是長什麼樣子 好 那我們剛才把這 剛才抓到不是node 剛才是抓到一個值 所以難怪會undefine 好 這邊這樣就正確了 我們再來我們剛才抓到 是整個node抓下來的情況下 它這邊它的node type是2 然後大家記得去看那個表 上面的差別 那這應該不用back 就是大家知道一下 可以做判斷式的判斷 好 那這邊呢 我們拿到它的 呃 它的value是message 那它是id 它的名字是id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邊 後面這個例子 像是我們有操作到 parent node跟child node 那這邊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複節點和止節點 如何來做操作 那我們開始來做這個example 它裡面它是一個div 然後有一個ul list li 好的 我們在資料夾裡面再開一個 4-1-3.html 這時候我們重新建一個html 在這裡面呢 我們要建一個div 你直接打div就可以 你直接打div就可以 好 div裡面有一個ul 有一個li 我記得是兩個li 這邊呢 div是什麼div 它有給它賦一個id 叫做 man people 第一個div的id是 man 第二個是 people list裡面有兩個東西 叫做 tom跟jack 好 我們在這邊寫一個script tag 在這裡面我們開始要做 來做javascript的部分 首先我們get them 把id people 去抓這個ul 這個node 把它抓起來 然後抓到people 然後我們要拿到它的parent 我們在這邊我們就會用people.parent node 當我今天這個people 我要拿到它的child nodes的時候呢 我會點child nodes 然後它的children 那這時候大家可能會有點疑問說 為什麼parent node沒有s 可是child node 居然有s 原因是因為 你的負節點都只會有一個 可是你的子節點可能有很多個 你的上層永遠只有一個 然後你的子節點可能有很多個 你可能有很多個li等等之類 可是你看比如說像 這個tom 它的負節點是不是只有一個 就是people 可以理解嗎 tree 好的 好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 首先我們要抓的是一個var 然後它是people 然後它是一個 get element by id 先document 點cad element by id 然後我們抓people 然後我們要它的parent 我們就說它是 people的這個節點的parent node 好的 然後它這邊應該是child 是child的嗎 children 等於people的這個點的child nodes OK 好 那我們把剛才這兩個結果印出來 好的 同樣的做一樣動作 首先要記得存檔 再來 右鍵 open with live server 然後再來 右鍵 inspect element 到console裡面去看我們剛剛console load的結果 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這個節點 就是people這個節點的副元素 是man 它印出來的時候 通常你看 會整個節點印出來 OK 它的副節點整個印出來 那再來呢 我們要看到它的child nodes 那這個時候 我們會拿到的是 我們會拿到一個node list 好的 這node list呢 它 它把text跟ls分開來的 我們會拿到一個node list 那這個node list 會有給我們一個 有長度 length 然後還有它裡面拿到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看一下 people 臉 child nodes 真的耶 真的耶 寄定就是text 好的 那我們會拿到它裡面的東西 是用child nodes的方法拿 所以我這邊要確認一下為什麼它會拿到 連文字也一起拿到 那 它應該是 它child nodes是拿所有的child nodes嗎 我們如果用children拿到的是 html collection的這個 可是拿child nodes應該是把它裡面的node 只要是算child的 就是 可能連 更底層的它都把它全部一次列出來 這我要去確認一下 那children的語法是html collection的語法 我們繼續看一下 那這邊是 4-1 讓大家去操作一下